当初这个酒一到手啊 我真的被雷到了 人家少赚你3000块呢 我居然有点惊艳的感觉哦 大家好 我是不专业喝酒的专业导演 邱楚吉 我那个酒友啊 这两天又开始嘀嘀咕咕了 苏格兰威士忌 还真是提到的麦卡伦 流水的小麦卡伦啊 这倒也是啊 这些年啊 我看到的所谓小麦卡伦啊 那还真是不少啊 什么格兰路斯啦 格兰多娜啊 谭都啊等等一大堆 只是好轻多没趣啊 有本事当面碰瓷啊 看看是味道比得上 还是炒作比得上 诶 好主意啊 要不这次啊 咱们就当面硬当一回 话不多说 咱们先把被碰瓷的靶子啊 竖起来 来了哈 小辫子一辣 这个啊 可是咱们的老演员了 麦卡伦18年 来自斯培山 43度 100%的 欧罗罗索雪梨桶熟成 是雪梨桶威士忌的标杆级存在 我手里这瓶呢 是2020年版本的 外面的售价 大概在4500上下吧 让我看看谁敢来碰瓷 谁是碰瓷的 谁是碰瓷的 这个碰瓷的出头鸟啊 那就必须得让这瓶 格兰哥尼 格兰高尹18年来充当了 江湖传闻啊 它是最接近麦卡伦的 小麦卡伦 评价这么高 我们必须要验证一下 说实话 当初这个酒一到手啊 我真的被雷到了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再来摘微博 最后啊 海底捞 没觉得高大上 只觉得土嗨感 可就是这瓶格兰哥尼18年 那可是这个酒厂的明星产品 和碰瓷对象啊 年份一样 也是同样的43度 2020年出品 不过英文官网上 它的统成配方是 35%的初填欧洲项目雪梨桶 15%的初填美国项目雪梨桶 还有50%的精选波本桶 总之啊 这就是个混桶作品 我看到的最低售价 是在1300左右 那基本上就是 碰瓷对象价格的 三分之一 区区混桶 还敢碰瓷麦卡伦 给他个机会试试吧 毕竟啊 人家少赚你3000块呢 那咱们先来看看 它的基本信息 格兰哥尼格兰哥尼尔 酒厂建立于1836年 来自高地产区 一度和麦卡伦一样 都是属于爱丁顿集团 然而2003年的时候 被爱丁顿 以720万磅的价格 出售给了 伊恩麦卡尔德政额公司 同样被出售的 还有弹度酒厂 大家可以考古一下 我们以前的视频哈 而另一边呢 爱丁顿却在2018年 花了1.4亿欧元 给麦卡伦盖了一座豪宅 生动的演绎了 什么叫 留在家是宝 赶出门是草 不见苦 命运苦 那么各位看管老爷 你知道格兰哥尼 为了碰瓷有多努力吗 格兰哥尼 能还原麦卡伦的风味吗 那买小麦卡伦 会不会贪便宜 吃大亏呢 那就躺平 放松 再来一波一键三连 咱们这就碰瓷下酒 滋味上头 这个格兰哥尼为了碰瓷麦卡伦 那也是做出了功课 首先 碰瓷麦卡伦的同款大麦 黄金诺言 Golden Promise 结果麦卡伦觉得这款大麦 产量低 成本高 不划算 早早地投向了协奏曲 Concetto大麦 格兰哥尼一看情况不妙 也在2011年换成了光学Optic大麦 那算是彻底的 溜了溜了溜了 碰瓷未成 生鲜死 小麦卡伦不好当啊 诶 别急嘛 这本不适合 还有 看看 大麦碰不着吧 他就用同款争瓷器继续去碰 格兰哥尼虽然离开了爱宁顿 但是靠着现任老板 伊恩·麦克劳德的人脉人情 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前老板的麦卡伦特供雪梨桶 就是那个传说中 要用百年项目 风干四年 再用雪梨酒润桶两年的 外挂级雪梨桶 其实这个麦卡伦特供雪梨桶 也是那一票小麦卡伦的标配了 这么多小麦卡伦 都用这款雪梨桶 那格兰哥尼 该用什么样的姿势碰瓷 才能显示出它 更加的麦卡伦呢 于是 格兰哥尼开始碰瓷麦卡伦 专用的 四千升超小蒸馏器 这种小蒸馏器 可以获得更加厚重浓郁的圆酒 而且格兰哥尼还在这个基础上 自我发挥了一番 它把蒸馏速度 降到了普通酒厂的三分之一 哇 碰瓷也这么卷呢 没错啊 就这样 格兰哥尼变成了苏格兰的 最麦酒厂 这个麦有怎样呢 蒸馏速度一慢啊 初酒的风味会更加的复杂 酒液跟同质蒸馏器的反应时间更长 流味也去得更加彻底 哎呦 没有流味还怎么扣死麦卡伦呢 其实啊 我也很好奇 不如啊 咱们这酒开酒 品鉴一番 早就等不及了 来来来 各位看管老爷 您觉得格兰哥尼能够成功碰瓷麦卡伦吗 先在屏幕上投个票吧 好 咱们先来点麦卡伦 回应一下味道哈 麦卡伦18年的颜色啊 还是深金铜色的 这个百分之百的雪梨桶还是非常给力啊 现在搞的这个威士忌啊 这个颜色不深啊 这不好卖了 这就加焦糖色了啊 这个里面是没有加的 有这种淡淡的烟熏味 火干啊 奶油台肥糖啊这种味道 还有这种蜂蜜啊 香草加啊 反正啊 都是这种熟悉的味道 好 我们再来看看格兰哥尼 它也是这种深金色的啊 是natural color 自然色是没有加过任何焦糖添加的 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呢 它的颜色比麦卡伦呢 要稍微的淡一点 因为它不是这种百分之百雪梨桶 它是混同的原因 它这个酒精的味道还是扑面了啊 显得有那么点醋 然后后面上来的才是这种雪梨酒啊 糖浆啊 果干啊 这种香草加的味道 还有这种新鲜的水果 和一种淡淡的那种葡萄酒的那种酸味 再带一点那种 这种香料和橡木桶的这种味道 还有那么点黄酒的味 几乎是没什么延熏味 从文乡上来讲呢 这两碗酒的味道还是有点像的 但是麦卡伦啊酒精感包裹的特别好 格兰哥尼的包裹的明显不足 这个酒精味还显得有点张扬 碰子吃饭 拖出去埋了吧 诶别急 喝了再埋呀 好来 各位看管老爷 我先替您尝一口麦卡伦18年 越喝麦卡伦啊 越觉得它是那种充满了油脂感的糖水 厚重油腻甜 感觉啊就是那种浓郁的快要融化了 带着流味的那种奶油太飞糖的味道 呃鱼味啊依然还是非常的悠长 干果啊香草夹啊奶油太飞糖啊 后面还带一点那种姜和这种咖啡的那种回味 总之啊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好我们现在再来格兰哥尼18年 诶一口下去我居然有点惊艳的感觉哦 咋啦埋了的酒居然咋死了 它刚才啊闻着很重 但是喝起来啊却是那种很舒适啊圆润很甜 呃带着那种青苹果啊木瓜的那种锅奔筒 带来的那种清新的香甜味 还加上一点点那种柑橘的酸味 雪梨桶的味道也很足 葡萄干啊巧克力啊这种香草啊 热带水果啊橡皮啊这种和香料的这种味道 还有一点那种类似于蛋糕啊饼干的那种麦芽香 据说啊这格兰哥尼混用波奔筒啊 并不是因为它的雪梨桶不够 而是怕这个雪梨桶厚重的味道 掩盖了自家的麦芽香 它这个雪梨桶波奔筒 这个在酒里面融合的非常好 它不像我以前喝那个诗贝18年啊 这个波奔筒和雪梨桶的味道 完全在你嘴里是打架的 它就融合的非常好 和麦可伦相比啊 它的酒体啊更轻啊油脂感也更弱 有那种清新的水和香甜味 应该怎么说呢 那种类似于去油版的麦卡文 反正这种区别啊 我认为是不分高下 可能是划分不同吧 它的鱼味呢是应该算是中等 比较干 有那种水果蛋糕啊 还有一点微苦那种可可和咖啡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那种香料的那种辛辣感 还有淡淡的那种橡木桶的味道 微苦呢只有那么一点点 似乎比麦卡文还要轻柔一些 好小结一下 这个格兰哥尼啊 用它吐嗨的包装和扑面而来的酒精感 成功的让人怀疑它的品质 但是喝起来啊 却是甜美适口 甚至啊有点惊艳的感觉 而且啊它的基调也非常的像麦卡伦 那我们来闻一下最后两个杯子的余香啊 啊也非常非常的相似 但是格兰哥尼啊 比麦卡伦更加的轻盈 活泼和具有活力 但是它的价格只有麦卡伦的三分之一啊 就算不胖瓷啊 它本身也是一款很有性价比的 值得一喝的好酒 新版家人喝口碰瓷 现实就是不碰瓷的话 会有人注意到它吗 总之啊 就用这个格兰哥尼18年 祝每一瓶好酒 都获得它最值得的评价吧 Cheers 最后别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加收藏 按按小铃铛 云和酒一起走 我是导演旧主机 谢谢 拜